大西洋里面有两个聚用存在 一个是12号聚用礼仪 还有13号 马哥特 还有下面一个97 也有可能 洗英城14号 这个 9 捷耳 昨天马达是 什么礼仪捷耳 我猜对 但是我们来看看 这个礼仪 它现在中间七央值 来到957 中间时数 140 相当于 13级到14级 台湾威脸 那走的往上偏白 它一直往北上来的时候会影响这个美国的东北角 跟那个 这个加拿大的东南方向 我们从外面上可以看 已经标示出来这个蓝色部分 这里就是一个 有一个 雨季风 转向这个方向的时候 一直前进过程的时候就会影响这一带 但是他走的速度相当快 每个小时 有25到30公里的速度 向北走然后转向东北方向 所以这个接近 这个加拿大附近的时候 这边带的环境都会受到影响 所以还是要特别小心这个蓝 到底会不会接近到 这个美国的东北海 跟那个 加拿大的东南角 所以这个海域的朋友要特别注意 另外这个 马哥特就比较 速度慢一点 一直在这里盘旋 现在早上啊 它有点像东北方向 刚刚有转向西洋 转回来转了一圈 差在这里因为高压的关系 鸭子上杀自己绕了来到49 所以 他走的很慢 每个小时只有 6公里的速度啊 像 这个东北方向 转向东南方向 然后再绕一圈过来 所以这个比较慢 其实110 相当于 11级到时候 也才能为力 所以这个 没有什么影响 照顾是 97L 虽然现在 中山气候只是 1700% 但是 额 这个 耐杰尔 首先讲称 尼杰尔 但是那清楚的方向 还是 偏向西北溪 但是 他的 强度上 没有这个 里依那么强烈 因为 他这边的环境 没有让 里依那么好 所以啊 这个97L 所形成的 14号 飓风 这个 耐杰尔 他走的方向 偏向西北溪 慢慢转向北方 但是他会借以这个 里依巨峰 跟这个 纳杰尔 这边就是海域过西 所以 他的印象 比较小 所以主要是 高压下来的时候 他会不会 往这个 西边偏一点 偏向这个 博杰尼各啊 这边过来 如果是往这边过来 障害就比较大 如果他走 目前一丁的路线 障害不会很大 最主要是这个 以预计 会不会在前行 往北的时候 会 偏一下 等会加拿大的东南方向 这边 一直是有 但是这边人口比较少 障害比较少 但是 还是有影响 东太平洋 接近墨西哥这个3000公里的地方 这里有个941 他的中山区央值也是 17008 中山区央值 55左右 45之间 是569左右 但是 他们有 九层会形成 11号巨峰 这个 肯尼斯 这个东太平洋巨峰 比较少 当然 目前 这个肯尼斯 跟这个 14号巨峰 这个9 别有 会不会产生 还有 这个 笔 会不会 登入 加拿大 请继续收看 周星星 感谢 谢谢 收看 拜拜 欢迎点赞 评论 观众 台湾 让 球星星